站在舞台上 唱起歌来 架势十足 魂厚嗓音 鸡四金曲歌王翁立友 他就是在中部地区 小有名气的商演歌手康月 上个月三号出进到泰国后 从此失去联络 他下飞机 拿着机票拍张照片 差不多当天 那张照片会传回来 没多久就失联了 康月一到泰国 就在机场拿着机票自拍 传给好友报平安 却没想到人却从此失联 至今仍未回台湾 疑似和两名同行友人 一起被带到泰勉边境的诈骗园区 据我了解他们就是 他们会签约 然后一起差不多就是 一年半到两年 然后赚够钱 他就会放他回来 听他说如果就是 业绩不好的话会被电 康月疑似透过通讯软体 用文字和好友可乐求救 而在台湾的家属心急如焚 这段期间 还有热心人士 谎称有管道可以营救 漫天开架 康月一行三人 疑似全被带到了诈骗园区 三人赎金价码 甚至喊到了五百万到七百万 目前已经确认当事人出境了 那并以通报警政署及外交部 海湾疾难救助专线进行营救 并持续厘清有误其他不法集团介入 家属一向警方报案 现在希望政府透过管道 帮忙营救 让孩子平安归来 民心新闻台中 宋和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